這裡是悉尼市政廳廣場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悉尼分部正在舉行集會 聲援4億3千萬中國人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藉由這個退黨日 更多的中國人可以了解中共反人類罪 它所犯下的累累 在歷史上犯下累累罪行 拋棄中共 選擇自己一個美好的未來 2004年 大紀元網站發表系列社論 《九評共產黨》 引發了全球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的浪潮 全球退黨一工20年來堅持不懈的付出 令人敬佩 能夠這樣堅持這麼長時間 我覺得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的一種行為 我願意祝福他們的勇氣 我總是在任何人的勇氣 在任何人的勇氣 願意站在國際上 這些人有很大的勇氣 目前 已有超過4.3億中國人 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而針對海外的結束中共連署 也衝破430萬大關 現場民眾踴躍在結束中共的 請願書上簽名 有年輕人自己簽名後 主動向其他人徵集簽名 多倫多部分法輪功學員 週六舉行大遊行 標誌7月1號全球退黨日 遊行隊伍打出了中共不等於中國 拋棄邪惡中共才有光明未來等橫幅 中共將7月1號定為所謂建黨日 全球退黨副中心倡議 把7月1號定為全球退出中共協黨日 7月為全球退出中共月 它的廣連暴力的充斥呢 也是威脅到整個世界的安危 也影響到每個國家的社會秩序和道德 從九平共產黨發表到目前為止 差不多20年的時間 有這麼多的中國人能夠站出來推出中共 他們有巨大的勇氣 根據全球退黨副中心統計 2023年6月底迄今 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增加了3461萬 一個女士問到我 為什麼要退黨 我說善良的中國人把自己命都交給了黨 黨遭惡報的時候 你別當了陪葬 趕緊快離開 她說 哦 好 五個黨員 她說我的朋友都在這 五個黨員全退了 週日 在七一全球退黨日前夕 紐約舉行了結束中共的真相車隊遊行 一輛輛的真相車上面頂著有美國國旗 還有打倒中共惡魔 天滅中共等醒目的標語 那真相車隊呢 形成了一個個流動的真相點 他們今天將會在華人社區進行遊行 心裡很高興 也很激動 三退和共產協黨劃清界限 回到自己真正的民族的優良傳統 我們想喚醒更多的華人來跟我們一起參與到退黨大潮中來 跟我們一起推垮中共 同時呢 我們也喚醒更多的西人來支持我們 參與這個NCCP的這個Petition 打倒中共惡魔 新唐人電視臺歌迪記者站 採訪報導 本集團